家庭农业在巴西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农业生产中贡献较大的部分 生产了巴西本国餐桌上70%的粮食消费 但农业集结化水平还不高 目前巴西家庭农业集结化水平大约为12%左右 南方地区农业集结化水平相对较高 可以达到44% 北方地区农业集结化水平 它仅仅只有10%左右 主要以中小型农机需求为主 家庭农业对农业集结化的需求非常迫切 作为我们来说 围绕包括玉米 大豆 甘蔗与食堂 水果与咖啡等等这些作物 以及畜牧业等方面来开展配套农机装备的合作 首先是在农机产品贸易和推广使用方面 巴西东北部可持续发展联合会 希望能够尽快从中国进口部分农机产品进行适应性的检测与使用 今年6月份我们组织了15家中国的农机企业的14类33种农机产品 以视频和宣传册的形式参加巴西东北部地区家庭农业和团结互助经济博览会 受到当地农民的高度关注 相关政府部门也迫切希望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系 其次联合建设中巴农业合作示范农场 通过综合施策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机农业融合的 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技术模式和组织模式 第三 加强双方在农业集结化科技能力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首先第一 推动建立先进适用的农业集结化技术国际转移平台 第二 搭建针对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网络平台 实现产品与销售信息的共享 提供国际化农机展示平台 建设海外农机展示员 让海外客户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农机 第三 加快又针对性的研发 解决农机区域适应性的问题 第四 建立农机装备培训维修服务中心 第五 探索开展境外农机租赁服务 最后一点 我们要重点地培育一些具备有国际竞争力的 由萝卜不断缴农机展示平台